各位菩薩大家 阿彌陀佛 各位請先坐下來 大家牽手 將金本請起來 然後往前滑過來 慢慢坐下來 在這麼莊嚴的殿堂之中 我們在一起慶祝佛教的教主 釋迦牟尼佛的聖誕 就如我們剛剛在攻讀 佛光山開山中掌星雲大師 所寫的佛誕節的祈願文 祈願文之中 談到佛陀降誕這個世間 為我們這個人世間帶來的光明 那麼同時更加要讚嘆佛陀 佛陀真是偉大的宗教家 教育家 他也是革命家 講革命啊 這是對內向自己的煩惱革命 對外啊 要能夠倉導 就是佛法弘揚眾生浮度 能夠真正到達平等的圓滿的智慧 那麼所以我們在這裡禮讚佛陀 讚佛念佛 那麼同時更加祈求佛陀 能夠加倍我們 讓我們大家都能夠在這一天 在今天如同佛陀一樣 佛陀誕生在今天 我們要重生在這一天 那麼每年在佛誕節 我們一樣都會舉行 這預佛法會 那麼在法會之後 我講話之前 我們視聽主應該可以準備好 稍稍呢 請各位坐的時候 東擔朝右 西擔朝走 我們要用大概四分鐘的時間 先觀賞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是由大師所指導 就是在總本山的佛陀紀念館 那麼其中的佛陀館 有一座視地動畫的 在觀賞的地方 這一片影片 就是佛陀紀念館 當時播放佛陀的一聲 大師真的是智慧充滿 因為佛陀的一聲八十年 但是大師呢 指導他們 把整個的這一聲中的八十年 在佛陀紀念館播放是 濃縮為十一分鐘 現在呢 經過我們馬來西亞 佛邦青年團的年輕人的努力 他們再把這個十一分鐘 濃縮只有四分鐘 同時呢 也按照大師所寫的 欲佛歌 那他們在這個 人間姻緣比賽的時候呢 就做了曲 有年輕人自己演唱 所以現在把這一首 欲佛歌 再加上大師指導的 這部原先是四D動畫 就立體的 也有感受的 那麼現在呢 把它平面化 到我們這個二D動畫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講話之前 我想我們就先用四分鐘的時間 一起來觀看佛陀的一生 同時欣賞這一首 由大師作詞 佛光青年演唱的 欲佛歌 好我們先燈光 關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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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比你远 赤字猴 大同世界 我呈现 战胜路过 有姻缘 赴回荣华 谁遇见 如梦深重 修行曲 提书写 如真诚 说过世界矿无边 方言门开吹发言 大慈悲不识不尽 说法随尽万一遍 回忆一定迷失尊贤 却知新华日月线 新少年来成公养 多能一回法轮船 Zither Harp 空回往昔三千年 华回正眼 似月天 蓝笔你远 十字猴 大同世界 我呈现 战胜路过 有姻缘 赴回荣华 谁避见 一分其它潜传 图望深 终穷去 硬带数下 人争尝 说过世界光不变 方便门开吹发言 那慈悲如是不济 说法随今晚一遍 回忆定历史准见 却知新华日月线 新少年来场梦芽 同等一回发轮船 说过世界光不变 方便门开吹发言 那慈悲如是不济 说法随今晚一遍 回忆定历史准见 却知新华日月线 新少年来场公养 总等一回发轮船 一响 总等一回发轮船 一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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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個階段 他講了這幾句話 是非常關鍵的 從佛陀誕生 各位看到 我們塑造佛陀的太子像 因為佛陀誕生 在加比羅衛城的蘭比尼園 在這個花園裡頭誕生的 所以當我們佈置 要遇佛庭的時候 總是感覺好像在花園裡頭一樣 那這是依照佛傳文學裡頭的 歷史上的記載 佛陀誕生在一個花園裡 他生下來之後很特別的 他是走了七步 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之後就像一般的小baby 一樣的 當然在他誕生的時候 照這個記載 天上有好像兩道水 從天上宣洩而下 一道是溫暖的 一道是清涼的 就為太子灌木 清淨他的身體 所以因為在佛傳文學上的 這一段記載 我們佛弟子 每一年總是在佛陀誕生這一天 就要仿效佛傳文學上的記載 就是天上有溫良的兩道水 來為太子灌木 所以我們就紀念太子誕生 要遇佛 遇佛的時候 因為太子相剛剛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當就是剛剛誕生的佛陀 他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時候 這個我 你可以講這句話就是向眾生宣告 這是釋迦牟尼佛他修行菩薩道以來 最後一次的受生 就是說誕生 將在這一生要成就最上的佛道 所以是最為尊貴至上的 這個我同時也告訴我們 是代表每一個眾生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一樣尊貴的 那麼所以我們在佛誕日舉行的 遇佛的這個儀式 就是紀念佛陀誕生 太子相要灌木太子相 各位要記得 因為好像有一些寺院的做法上不太一樣 他們灌木的是佛像 其實這個做法上是有點出入的 因當是佛像在後太子相在前 然後灌木的是太子相 因為西達多太子剛剛誕生嘛 所以不是灌木成佛的佛陀 不是 是誕生的佛陀 那這個灌木叫玉佛的同時 那清淨的水搖起來灌木在太子腎相上 水清洗著太子的今生 但是這個水 我們在遇佛的人同時也發怨 這個水是在清洗我們的內心 我們多生累劫常在輪迴 到這一生竟然有福報有因緣 可以得玉三寶 可以在佛陀的坐下歸一禮境 這是多大的福報啊 各位要想想 在這個地球上有多少眾生 眾生不是只有我們人類 幾十億人 不只人類 六道群靈所有的三界九友四身 剛剛我們在宋戰佛記的時候 不管你是軟生胎生 私生化生 你是哪一道你是怎麼出生的 所有的生命 佛陀都是這樣子的觀照 這樣子的慈悲 那麼我們竟然可以在這個三界六道之中 我們可以成為人 又可以有佛法有福報啊 今天在這裡 所以想著這所有的眾員和合 多麼的殊勝 所以當我在遇佛的時候 是感謝佛陀 然後我灌目太子的這個近身 同時這個觀想發怨 這個水啊 洗淨我多生累劫輪迴以來 所有的不親近的那些成垢 好像煩惱的成垢啊 無明的 好像附造著我們的這一層層的 這些無明殼 一一把它清洗掉 每年都是在佛陀聖誕的時候 我們藉由遇佛的儀式 慶祝佛陀聖誕 感謝佛陀的恩德 同時呢也在清洗著內心的 一生又一生 一年又一年累積下來的成功 所以這是佛陀誕生的姻緣 留給我們的姻緣 那麼之後佛陀 各位剛剛看的這個影片裡頭啊 就是看到 因為是太子 一國的太子 那是想不盡的榮華富貴 但是在這享樂之中 不免都看到 眾生原來都有老病死的問題 眾生也都不平等 弱肉強食 那麼生命到底最好的生命 應該這條路該怎麼走呢 要怎麼樣可以免於 生老病死的輪迴呢 誰可以給予這個解答呢 當時在這個榮華富貴之中的太子 思維這些問題 最後他決定由他自己來找尋 這個答案 怎麼樣可以解脫究竟的覺悟 所以他出家了 出家當然經過各種老師不同的教導 各種的修行 那麼總不是辦法 包含當時最多人 去學的叫苦恨 修苦恨也不是辦法 只是折磨身體 或者放縱身體 終究不能開展智慧 所以後來 佛陀進入自己的聖身禪定之中 當然他找到一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在現在的 菩提嘎亞印度 那麼在印度的菩提樹下 佛陀進入他真正的 以他的這一生 最後階段的 真的就是聖身的禪定思維 一直到側見元祈法 他可以了知所有的 正講諸法的十項 最後開悟 那麼在開悟之前 各位看的影片有很多見 這最後的即將要開悟 最後的moment 那些見色像佛陀 其實是這個魔王 他很害怕 萬一佛陀開悟 將會有很多人 就是跟著成為佛弟子 所以要來擾亂 恐嚇佛陀 讓他要退心 讓他要動搖 但是佛陀用手按著大地 說他是如大地般的不為所動 這就是佛陀的這種禪定的境界 所以那些色像他的那些武器 就變成靠近他的時候 都變成好像鮮花一樣 醉地的 在他面前好像供養這樣 所以到佛陀開悟的時候 在十二月初八 誕生 按照北傳的佛傳 佛陀的傳記的記載 北傳的記載是在農曆的四月初八 佛陀誕生 那麼在十二月初八 佛陀成道 就是開悟成佛 那麼開悟成佛之後 就佛陀展開他說法 有四十多年的時間 這個記載上比較普遍的說法 一說四十五年 也有說四十九年 兩種都代表著這四五十年的時間 佛陀開悟之後 那麼在五印之間 橫河兩岸 在漸縮著智慧的真理 那麼一直到最後 所有的出家弟子 在家弟子 跟隨著佛陀的 那是成千上萬的人的跟隨 那麼在我們誦經的時候 常常會送到常隨中 就經常跟隨的代表的人 也有千二百五十人聚 那麼到佛陀到八十歲的時候 要進入涅槃 他要放下這個作為人的身體 最後進入真正佛的境界 那是在佛的長疾光中 那麼在進入涅槃前 佛陀告訴弟子們 以後以四年處安住 那麼要以戒為師 在誦經之前 就是轉述佛陀的教導 經典之前要說如是我聞 這樣可以證明 是佛陀所說沒有錯 那麼如果遇到 這些不可理喻的人 你不用勉強跟他們爭辯 就莫秉至之就好了 那麼不予理會 這些傷害上不到我們的 那麼在佛陀最後的教導之下 佛陀說最後一句話 應當度的眾生都已度盡 還沒有度的也都留下得度因緣 各位在看這段影片就是這裡 這畫面從印度2500多年前 畫面當佛陀進入涅槃 畫面就帶到了現代 現代有一個空中的鳥看圖拍下去 那是佛光山 總本山在台灣的高雄 在高雄旁邊這三年前新建完成的 佛陀紀念館 佛陀紀念館最主要在玉佛殿 供奉佛陀的真身設立 那麼因為有佛陀的真身設立 如星雲大師所說 佛陀的設立好小 但是他需要一座最偉大的紀念殿堂 讓全世界的人都記得佛陀的恩德 都到佛陀紀念館去感受佛陀的時光 去傳承這份恩怨 所以這個畫面就從印度 然後帶到台灣佛陀紀念館 然後看這個背影 約略看得出星雲大師 他一直推動全世界的人間佛教 國際佛教 那麼把佛教帶到全世界 也帶大家建立了佛陀紀念館 帶大家朝著佛陀的路繼續走 所以那個畫面我看的是很感動的 我有時候在想 大師帶著這麼多的身性二重 這是出家的弟子在家的弟子 我在看的時候我說我在那裡 你在那裡 你們也在那裡 在那個大眾這樣跟隨著大師的腳步 走進佛陀紀念館 傳承佛陀的因緣 那個畫面真的是好美 也很有意義 所以佛陀一生中 出身所天上天下為我獨尊 這是他最後一次 單身世間 要成佛 第二句話 在成道成佛的時候 夜睹明星說了一句話 七災七災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只因妄想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正德 佛陀以當時的社會背景 人是被區分的 不平等的階級的 不同階級還不能夠往來 真的是非常的 以現在來講 我們知道他叫不平等 佛陀在當時說 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得相 意思就是說 原來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眾生 跟佛一樣 具有佛性 所具有的本質 佛性是一樣的 現在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了 但他告訴我們 我們跟他一樣 具有那麼好的本質 那麼好的心性 佛由人成佛 我們人為什麼還不能夠覺悟呢 第二句話講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正德 所以障礙我們的 不是外面的境界 外面的考驗 外面的世界 不是 是我們一路一直帶著 我們還把它當成是寶的 那一些妄想執著的習氣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我們跟他一樣 佛成佛覺悟 我們要加油 否則 對不起我們自己身為這麼好的人 那麼到第三個階段 佛陀入涅槃 說該度的都已經度盡 未度的也已留下得度的因緣 留下得度的因緣 到今天來 我們從畫面上看到的 實際上 大師帶著 除了走向佛陀紀念館 傳承佛陀的教法 也帶著我們走向全世界的道路 就如今天我們在加拿大 多仁多 大家沒有來到多仁多以前 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在這個異國他鄉 怎麼有辦法有這麼大的道場 這麼莊嚴的殿堂 怎麼有這麼多的法師 帶著這麼多發心的義工 怎麼來到這裡的人 都像極樂世界一樣 那麼的歡喜 怎麼這裡的人 那個心啊 是開發的 充滿了學習性 充滿了 就是對佛陀的智慧啊 那種歡喜 那種求法學習的心 說真的 我有時候也覺得 多仁多佛光山 真的像淨土 真的像極樂世界一樣 我希望有更多更多的 有緣的 有福報的 社區上的朋友們 大家也都能夠承受 佛陀給予我們的這份姻緣 那麼今天是我們慶祝佛陀聖誕 那麼在南傳的說法 南傳佛教的說法 他把佛陀開悟成道到入涅槃 這個一生集中 就在五月月圓日 來做這個叫魏賽節的紀念活動 所以今年的這個五月三十一號 那麼在我們大多仁多地區 也將舉行的 是全佛教界聯合慶祝佛陀聖誕 那是五月三十一號 在我們ミシサガ 各位知道Square One嗎 Square One這個mall 隔壁在附近 有一個叫Celebration Center 是一個廣場 好像一個體育館 體育場這樣的大的廣場 那麼就是由我們ミシサガ 代表三個系統的佛教單位 一個是南傳斯里蘭卡的寺院 一個是越南的寺院 另外一個是代表漢傳的寺院 也就是我們佛光山共同在那裡 來舉辦的慶祝佛陀聖誕 這是在五月三十一號下午三點到六點 我希望我們佛教徒 不管你來自何方 或者你說我還不是佛教徒 但你是有緣人 是佛教的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都非常歡迎大家 一起來共同慶祝佛陀 誕生到這個世間來 帶給我們的所有的好因好緣 帶給我們無限光明的智慧 那麼所以待會兒 我們要舉行御佛的這個 就是我先御佛之後 這御佛的方式 我想是時間關係 我們就前面第一排留下來 跟著我御佛 從第二排開始 直接出班到齋堂 今天將近千人 所以還是用簡單的一個餐盒 那麼可以方便大家共同用餐 在五觀堂 那另外下午兩點鐘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個時間上 比較要掌握的緊湊一點呢 就是下午兩點鐘 我們要舉行 真的在我們此地 第一次舉行的 年輕人的叫成年禮 成年禮 那麼尤其在佛陀誕生的這一天 來為年輕人祝福 我想這個安排是非常的好 那麼我這樣看到幾位的表情 我想你可能是現在才知道這個消息 你可能會問 那我家裡的年輕人 可以趕快報名參加嗎 可以的 今天來就是有緣 如果你一家人來 或者是有長輩來 或者年輕人自己來 你要報名 都這個就是要盡快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準備的很周到 各位一定想像不到有多麼周到 我簡單的透露一點 就是我們會在這個前面有安排 就是年輕人這個跟父母 在外面走進來 他走進三道拱門 這三道拱門代表著 第一個是他出生 第二長大 第三他都開始讀書受教育 這個人生由父母陪伴的階段 這是成長三部曲的第一段 他們要由父母陪伴走進來 進來之後呢 年輕人要請父母就坐 然後到兩旁 要單獨去完成他自己 要進行的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 他要為父母沖一杯好茶 這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挑戰 這代表人生第二部曲 第一部曲由父母陪同 第二部曲自己要獨立了 去進行一個任務 之後泡了茶之後 從中間再走進來 要第三部曲要奉養父母 所以要奉上這一杯茶 這個是這個開場 成年禮之前的一個 這個很有象徵意涵的 這個我們生命成長三部曲 由父母陪伴然後獨立 然後到他奉養父母 回饋社會等等 那麼到奉茶之後呢 才是正式的 我們唱三寶宋 那麼宣讀其願文 給他們證書等等 這些儀式就要開始 這個是下午兩點 有這個成年禮 所以如果您現在才知道的話 我希望我們的社教主 他們來得及準備 因為有送給他們的 很特別的禮物 這個禮物啊 真是我這次回到總本山 親手提回來的 希望都能夠 大家都圓滿 那也能夠接著這一天 讓年輕人知道 這所謂的成年 不是只是年齡長大而已 成年真的讓父母可以放心 自己有力量可以照顧別人 那麼這個是下午 希望這個成年禮大家可以參加 那另外呢 我再宣布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剛剛講到年輕人 六月一號 有一個是為慈善機構 要去籌款 要去拉飛機 那麼拉飛機呢 我們經過會議決定 由我們青年團 年輕人去承擔 各位知道拉動飛機啊 用力 除了用力之外 他們要去拉飛機的人 名額只限定25人 現在當然佛光青年團 已經 你如果說家裡有年輕人想讓他參加 歡迎詢問一下 可不可以多增加幾個人 那另外參加的人 必須去為慈善機構去籌款 所以呢 在我們的這個西單 這個轉角處啊 年輕人設了服務台在那裡 在那裡 拜託大家支持他們去拉飛機 各位隨喜給他們一點鼓勵就好了 這個是拉飛機籌款的活動 那另外呢 我們到場有一位法師 他真是這個了不起的這個綠手指 我都叫他樹醫生 他照顧的植物啊 真的都可以起始回生的 那麼剛剛傳了一張紙條 他說這個下個星期 開始星期天 那麼各位啊 如果不是所有植物喔 他指定他就照顧菩提樹 就是去年還有以前你在道場 曾經就是這個義脈的時候 請回菩提樹 菩提樹他說是要修剪 他會越長越好 那如果你不懂的修剪呢 如果照顧的還好也OK 如果你覺得不太行 歡迎你下個星期天 5月18號回到場共修的時候啊 麻煩把樹帶回來 由我們的廟居法師 這位樹醫生 要親手為你修剪這個菩提樹 各位這樣聽下來 我們佛光山像不像一個大家庭啊 老的少的 這個大人小孩年輕人 這個法師信徒所有人 大家都可以互相關心 互相支持 那麼這個是簡單為大家說明 因為佛陀給我們的因緣啊 我們在大師的指導下 真的 真的是佛光普照三千屆 法水長流五大洲 那麼我再說明一下 待會兒我們玉佛啊 要唱頌玉佛祭 玉佛祭呢 我今冠墨諸如來 敬之莊嚴功德海 五濁眾生離成垢 同正如來敬乏身 會有這個 我們佛光山錄製的CD 帶大家一起唱頌 那麼玉佛的時候呢 如果你個人遇佛時間都允許 你可以有三次 一次呢 右邊的這個 我們這樣面對太子相 肩膀一勺 然後再搖水 然後左邊的手指頂端一勺 然後在右邊肩膀一勺 總之呢 不要像有些地方 搖水是往臉上潑上去 這個我覺得不行不行 但有些地方是這樣 那有些地方呢 覺得玉佛 所以就是搖起來 從頭頂臨上去 我想還是身體就好 所以身體部分呢 是肩膀 肩膀以下 肩膀啊 那待會我們因為人多 所以東西兩丹 右手邊這一排東丹 就是右邊肩膀 那這邊是左手 就是其實是太子的右手了 右手舉起嘛 所以我們這一邊呢 你站在這個左手邊 都是從這個手指上淋浴下來 那麼慢慢的 就以問訓 遇佛 遇佛同時發願 願佛陀的清淨伐水 洗淨我們的內心 那今天除了是佛陀的聖誕之外 今天同時是 是什麼節 是什麼節 母親節 母親節 怎麼大家講得有點興趣 母親啊 對我們的這種恩德啊 剛剛我們在送佛說 父母恩重難報經 世間上 作為母親的人 都知道這些過程 養兒育女 包含生兒育女 我在這個醫學雜誌上看 說人啊 必須要保持清醒 同時去承受身體最痛的苦 不能暈倒喔 不能失去知覺 失去知覺 孩子就有生命的危險 但各位知道 那個孩子 在母親的身體裡 九個多月啊 九個多月負擔著 像石頭啊 這要多少 我不曉得這個重量有多少 總之我看著這些母親們啊 就是 就像 這父母恩重難報經裡面所寫的 真的 那真是好像一整年都在生病 從懷孕開始 一直到生產 到生產的時候 還真是要拼上這一條命啊 要把孩子的生命帶出來 所以每次在誦經 我想各位應當深有感受 尤其是當媽媽們的人 那麼今天是母親節 全天下的媽媽們辛苦了 爸爸們也許也有話要說 我們也是做牛做馬 給孩子一個好的環境 各位爸爸們不要擔心 六月第三個星期 六月十五是父親節 我們今年呢 這個剛好巧合 安排了佛光園優惠 剛好就在六月十五號 所以今天大家回來慶祝佛誕 同時慶祝母親節 同時慶祝母親節 那六月十五號 各位記得喔 一樣全家一起來 參加佛光園優惠 同時也是 就是為辛勞的爸爸們 來過節日 那麼 在道場啊 每年一樣慶祝母親節 通常這個慶祝呢 就由年輕人來主導了 本來我們說 實現可能不夠 我們下午的典禮 這個需要一些佈置 但年輕人很緊張 無論如何他們要表演 無論如何一定要親手製作 這個康乃欣的花朵 胸花 無論如何要親自為大家疊上 應該也我們中文學校的小朋友們 都準備好 所以我把後面的時間 交給我們的佛光青年團的年輕人 好嗎 他們是不是很可愛 這是佛教的未來 是信仰的傳承 我突然想到 我看到飛扁 所以下午的青年代表講話 本來是有Joanna和Chris 另外再加上飛扁 第一個要飛扁 好嗎 所以等一下你跟著妝髮的講師 就是三個人講 三個人講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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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ake it all just used to be You show me The love of love is how to grow You show me Everything that I should know You show me It's not a love without change It's one you always learn The perfect thing The Buddha's been so open Blessing me with a family Who did all they could But many years of friends And it flatters me When I see it all on your face I wanna thank you for what you've done And once again I get back to you And be the perfect child You showed me When I was young is how to grow You showed me Everything that I should know You showed me You showed me To throw up without your hands To harm you always whatever you can You showed me how to learn You showed me how to learn To change your room We show me how to hold it You showed me how to play You showed me how to grow You showed me how to hold it You show me how to love you iconic you It's a giant You show me how to play You showed me and you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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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来 继续再给他们花往前面来 来 谢谢 谢谢 I love you always pray I love you always pray 还有啊 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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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 我爱你 好 大概 这个里面我们今天位置排得很密 可能走不进来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到灾堂的时候啊 就再请我们的小朋友们继续加油好吗 好 来 可以吗 走得过来吗 好哦 等一下要请老师们带小朋友一起来预佛 好 没有拿到没关系 今天是一定可以拿到的 好 好 走得进去吗 哦 好乖哦 好乖 好 看来可以哦 小朋友小小的可以走 好 我们就在大殿内尽量送好吗 好 各位 一边呢 你看妈妈也很高兴 真的 各位要知道我们 我们这一生中啊 这个生命啊 从过去生 来到这一生 从这一生 我们还要继续往 来生继续 我们因为有佛光的智慧 所以我们越走 希望 是在学习智慧之中 越走 越提升 越进步 来继续啊 来还有还有 他在找妈妈 来还没有拿到的妈妈们 在里面的请举一下手好吗 在哪里 好 还没有拿到的妈妈们在里面的请举一下手好吗 我们的小朋友一定好像要完成任务 好 我们在这个时候也 来唱一首歌 这个 谢谢我们所有的 妈妈们 也谢谢所有的老师们 小朋友们好吗 我们来唱佛光照耀着您 那也有一点点时间 再五分钟让我们小朋友完成任务 佛光照耀着您 佛光照耀着您 祝福你健康 祝福你快乐 佛光照耀着您 火光照耀着您 佛光照耀着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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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你健康 祝福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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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照耀着您 好 在佛光照耀着我们所有的妈妈们 爸爸们 所有的我们的佛光人 感谢我们的年轻人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 这份心意 其实这份心意 我们希望每年在多伦多佛光山 给他们年轻人 给小朋友有这样的姻缘 让他们自己尝试着努力 为爸爸妈妈做一件事 在他小小的心灵里头 种下这一份善根 好像种下一颗种子 有一天它会成长会发芽的 那么希望这个真的传承中华传统思想 这一份对孝道 对人的这种温良功俭让 这些美德都可以借助这样的仪式 我们把它传承下来 那现在呢 我们要准备要预佛 但因为要配合场地的准备 因为下午的这个成年礼 参加者还有观礼者 在场的大众都请接受我的邀请 都请留下来观礼 那么我们要换成是座椅 还有一些布置 所以要一点时间 那我们就只有前面第一排 跟着遇佛 第二排就出班用摘 我们在用摘之前 一样要称练佛光四巨祭 各位请先合掌 好 请站起来 好 各自的东西都请戴上 待会儿我们的相登义工 会要争取时间 我们在预佛出班的同时 就是拜殿也要收 那么准备下午的布置 那么在今天 祝福就是我们感谢佛陀诞生的因缘 为我们这个人世间 带来的光明与智慧 同时也祝福大家佛诞吉祥 大家佛诞节快乐 好 我们准备用摘 好 请先合掌 请 持悲喜舍片法界 祈福结缘立人天 禅尽皆恨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愿心 阿弥陀佛